苏友鹏坦诚后悔加入小虎队,揭发当年解散内幕向大家痛诉,过得很痛苦。 苏友鹏坦诚后悔加入小虎队,揭发当年解散内幕向大家痛诉,过得很痛苦。 名团体小虎队可以说是时代记忆,总是能够让70年代的朋友们热泪盈眶,当时小虎队油皮利虎吴奇龙,乖乖虎苏友鹏,小帅虎陈志鹏锋利全排,更是无数少女们的初恋对象,但是即便小虎队赞誉超级高,最后仍可惜地解散了,成为了大家永远的青春回忆。 图片来源,中时电子报。 不过根据中时电子报报道,乖乖虎苏友鹏却在节目上自爆若要问青春期最后悔做过什么事,应该就是加入小虎队了,这段话让全部粉丝们倒抽一口气。 松口当时没有想清楚,就一头栽进了娱乐圈,也让大家都相当好奇是不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,而苏友朋友也难得坦白他后悔的原因。 图片来源,中时电子报。 他表示年纪轻轻就加入小虎队后,因知名度快速上升,每个礼拜天天都是满满的工作,只好不断向学校请假。 成绩也一落千丈,也让曾经是骄傲的学霸,沦为了同学口中的学渣,更忍住泪透露一声只有一次的青春回忆,是在十分痛苦的情况下度过的。 若是再有一次机会,他不会16岁年纪轻轻就加入小虎队。 图片来源,中时电子报。 而小虎队在成立四年后就面临了解散危机,因苏友彭考上了台北大学,陈志鹏要扶兵议宣布暂时解散。 虽然曾经三人有传出带度和体,但是之后换吴基隆要去当兵又分开一次,但真正解散的原因并不是丁义问题,而是唱片公司与大股东华纳音乐发生起见。 唱片公司的团队陆续临职,之后公司便被华纳给收购,自此小虎队三人属于不同公司管理,宣告正式解散。 图片来源,人民网。 而之后更传出三人片酬的分配相当不公平,据了解,吴奇隆唱酬约400万元台币,苏友彭350万元,而陈志鹏却只有100万元,如此大的差距让陈志鹏愤然离去。 还好兄弟情没有这么容易就灭,陈志鹏最后参加无奇龙婚礼时破冰,也让大家非常欣慰。 许多人更喊话希望未来能够看见小虎队再次合体,一起唱歌给大家听。 图片来源,忠实电子报。 图片来源,忠实电子报。